2013年1月31日 一名21岁的加拿大华裔兰可尔 在他所住的洛杉矶赛什尔酒店失踪 近三周后的2月19日早晨 赛什尔酒店有客人抱怨酒店的水压过滴 当酒店派出维修人员前往楼顶水箱检查时 一尾发现水箱内有一具尸体撑在水箱底部 尸体全裸 头朝下 而尸检的结果表明尸体就是失踪的兰可尔 从死者失踪到尸体被发现过去是酒店 酒店的住客怀疑自己营用了来自水箱的湿水 最奇怪的是 死者失踪前电梯里的怪异动作 令事件更加扑朔迷离 这起案件便是著名的兰可尔事件 此时一发生就引起了广泛关注 但美国官方给说的死亡原因是意外溺水身亡 这显然不被大众所接受 值得注意的是 兰可尔遇害的塞西尔酒店是著名的自杀酒店 曾经发生过十余起自杀案 此外塞西尔酒店也曾经吸引着许多连环杀手前来入住 著名的黑色大理花惨案的死者肖特也曾经住过这所酒店 先抛开其他线索来见见兰可尔 与兰可尔接触过的同学说兰可性格开朗 待人友善 不像是要自杀的样子 但是这还是不能排除兰可有自杀的可能性 根据药物检测报告 当时兰可正在服用安非他酮 莫拉三禽 奎六瓶和文拉法型 其中三种药物都是用于治疗中毒抑郁的药 当时的兰可尔患有严重的双向情感障碍 也就是俗称的躁郁症 躁郁症比抑郁症多一个抗分剂 患者会表现出于抗分情绪相关的行为 包括自我膨胀 经历旺盛 多化 心语增加 失眠等 造光会损害患者的认知能力 可能产生患者 成为妄想及认知扭曲等 严重的躁郁症患者 其自杀风险超过6% 自杀风险则约30%至40% 根据药件报告显示 当时的兰可尔的躁郁症 已经属于相当严重的情况了 也就是说兰可尔完全有自杀的可能性 下一个视频来讲讲兰可尔的暗恋对象 摇滚歌手莫比德 这个人与案情也有所关联 兰可尔的暗恋对象是美国黑金属乐手莫比德 莫比德的音乐冲上响头 巫术等元素 其视频中充斥着死亡和恐怖 莫比德不仅在案发前居住过塞西尔酒店 而且在兰可尔时中前三天 曾将一个主题为一个女孩死亡的视频短片 上传到YouTube上 莫比德还向一名网友承认了自己杀死了兰可尔 后来莫比德本人又在网上解释说自己去年年底 在塞西尔酒店拍摄视频和兰可的死 纯属巧合 并且在第二天就把这段音乐视频从YouTube上删除了 这并不能说明充手是莫比德 如果他是充手的话 那么他根本没有必要承认自己是充手后 又作贼心虚的把视频删除了 相反还能排除他行凶的可能 莫比德的行为更倾向于趁热点 但不排除他是帮凶的可能 兰可仰慕莫比德 也必定能接受他的邪杀风格 甚至是喜欢 兰可尔的内心也固然具备这种特质 这就是名刃效应 所以这又提高了兰可尔是自杀的可能性 在兰可尔的事件报告第四页显示 兰可尔的肺部冲水 呼吸道也残留水 这说明他进入水箱的那一刻是活着的 也就是说他不是自己进去的 就是被别人扔进去的 至少进去的时候还在喘气 从酒店楼顶的结构上来看 伸手要把死者从外面推进去的可能性很小 如果强制性的话 必定有挣扎搏斗的痕迹 但从法医的事情结果来看 尸体并没有悦处伤 那么问题来了 塞西尔酒店的楼顶通道是上锁的 且与报警系统相连 非酒店指引很难登上屋顶 凶手和死者是如何在不破坏楼顶大门 和不出发警报的情况下进入楼顶呢 其实能上到楼顶并不只有这一扇门 通过酒店的三处消防梯也能爬上楼顶 不过会比较麻烦 如果兰可尔是在死后被抛尸到水箱的话 那么伤手必须背着死者爬上厕所通过楼顶的消防梯 这难度极大 所以我更倾向于死者是自愿爬上来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酒店楼顶的全貌 上方有四个水箱 在画面右侧水箱下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行字 这栋蚊子大概是鬼怪之类的意思 还有通往楼顶的大门上也有类似的蚊子 很多罪犯也有作案后留下记号的习惯 但是这个楼顶大门有锁和报警器 谁能这么轻易的上去做这些涂鸦呢 所以这更让我相信死者是通过消防梯自愿爬上楼顶的 从兰可生前的这张照片看 兰可当时好像化了浓妆 脸上涂蛮厚厚的白色 而且整体的一种形象与莫比德拍摄的音乐视频里的一个人物形象非常相似 这更让人感觉这起案情与莫比德吐不了干系 所以我推测起案发起莫比德哄骗兰可 要请他到酒店的楼顶帮忙配合拍摄音乐视频 让他扮演其中一个角色之类 通过攀爬酒店侧面的消防梯到楼顶 而且次数不止一次 如果一次的话会引起兰可的警惕 所以多次上去消除兰可的警惕心 同时在楼顶留下了涂鸦痕迹 最后一次诱导兰可脱光衣服进入水箱 这与莫比德案发前发布的视频里 罗体女性形象一致 再来说一下案发前兰可在酒店电梯里的怪异行为 其实网络上已经有很多大神对行为语言进行解读了 分析的也很详细 我这边就简单的解答一下视频中的疑问 第一点 为什么当时兰可按完楼层按钮后 电梯门却没有关上 其实赛西尔酒店的电梯如果按下楼层按钮的话 电梯并不会关上 除非有其他楼层的顾客按下电梯按键 或者兰可自己按下关闭电梯的按钮 电梯才会关闭 根据视频观察 兰可当时按下了电梯下方的后的键 也就是延迟关门的按键 才导致电梯门迟迟没有关上 第二点 兰可的动作为何十分怪异 网络上的解读有三种 分别是与亲密的男子看玩笑 发现自己被人跟踪 和夸张的动作引人注意 我更倾向于第一种 从视频的截图中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兰可还在笑 兰可可能当时打算躲起来而吓唬那个异性 从酒店通刀的示意图上看 电梯两旁有两个视野死角 如果真有人跟踪的话 兰可是无法看见的 兰可出电梯 站在电梯左侧的玻璃前整理头发 最后并与电梯右侧出现的人沟通 向他表达了电梯出现的问题 所以做出了那些看似比较怪异的动作 无论如果跟鬼神肯定是无关的 哪怕说兰可有癫痫 也比鬼神说更有说服力 兰可当时服用的莫拉三行 就是一种治疗癫痫的药物 其实我觉得这个监控视频 也许跟案件并没有太大关系 人们只不过把电梯里兰可出现的怪异动作 与案件联系起来 导致反复分析的结果还是互相矛盾 如果排除莫比特做案可能性的话 我觉得唯一有可能制造出这样的杀人方式的 也就只有官方给出的酒店工作人员了